十多名志愿警卫队成员 今早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拿督司李张天次的陪同下 带同三名受害者召开记者会 其中一名侍主张文凯透露 昨天早上六点半在首都安邦九皇爷庙 附近所学校外头 一辆停泊在庙外门口的轿车 严重阻碍交通 因此三番四次要求仪式保镖的男子开走 但对方坚持 要等他的雇主拿督司李出来才移开 在无可奈何下 施主向男子提高了声量 不料被28岁的拿督司李闻人壮见 可能我们的语气有大声了少少啊 然后那个大督司李就不喜欢 就骂我们这么大声对老人家讲话 然后他就盖我一把 就踢我一脚 我就刚好要死那个下机的时候 他就一脚就踢我头 文凤赶到的另外两名志愿警卫 也因此惹来无望之灾 拿督司李男子在暴打三人后 更像智慧警卫队口出狂言 只是他过后打完他过后 他就叫我们雷拉整班要小心 他今晚会下回来 要我们给他一个交代 他要我们最大的雷拉的头下来 给他一个交代 如果没有呢 他叫我们小心 有没有 每个雷拉小心 见一个打一个 见一个打一个 因为有副红衣服 他就打 由于对方身边有保镖护着 三名受害者不敢还手 最终被打得浑身是伤 有人眼部止肿 头部受伤 其中一人更因为腹部被踢到受伤 送院治疗 可能害怕事件曝光 对方也贺令围观拍摄民众 删除影片 幸好志愿警卫队获得闭录电视画面 已经报警求助 张天赐斥责 对方藐视身穿制服的志愿警卫团 因此会成立律师团控告对方 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 也希望警方开档调查 为市主们讨回公道 八度空间邓穗金金融波报导